你们听说过逛超市逛离婚的吗 这是我们刚咨询的一个案例 这个来访者说 每次和老公去逛超市 他就问老公 你想吃什么 他老公就说 随便 可他真的随便买了 他老公又闲这儿又闲那儿的 他想买瓶饮料 他老公说 可能喝水啊 你看你都这么胖了 还喝饮料 他想买点凉拌菜 他老公说 超市的不好吃不干净 他想挑一瓶没有添加剂的醋或者酱油 他老公就说 你事儿怎么这么多 买个西瓜 他老公会说 这西瓜肯定不好吃 你不会挑 你如果让他挑呢 他又不挑 有一次啊 他说他想吃榴莲了 就跟老公撒了个娇 说 你给我买吗 他老公说 凭什么 这儿还没算完啊 结账的时候 不是要排很长时间了 对吗 他老公从来不跟他一起排 就把他撂在结账处 自个儿先出去了 有一次他有一包蔬菜 是忘了称重量的 其实呢 他老公如果在这边排队 等结账 他赶紧回去撑一下 然后重新再回来 两个人一配合 完全可以不耽误时间 但他找不到他老公 就只能不要那包菜了 结果回到家 他老公就跟他说 哎我要吃的那菜 怎么买买呢 他说 望称重量了 他老公就说 你看看你 你能干成啥事儿 而且无论他们每次买多少东西 他老公从来不帮忙提 就自顾自地走在前面 刚开始他还和老公啊 吵两句 后来不吵了 再后来呢 也再也不跟他老公 去逛超市了 但是就算 虽然自己买了回来 他老公还是 这儿了那儿的 各种挑毛病 他就跟我们说啊 说其实他很喜欢逛超市 他说他特别喜欢逛超市的时候 看到别的夫妻 就是那种挽着胳膊 俩人一起推车车 有说有笑 有商有良的 他说 你看到别人一家人 为了这个家 一点一点的填东西 然后一点点的 让生活变得更好 这个过程 他看着就觉得很美好 但是他老公这样 他觉得这个日子 过得太没意思了 我不知道你们听我 说完过后 是什么样的感受 作为一个婚恋咨询师 我特别想说啊 真的婚姻里面 往往打败我们的 真的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那一件一件的 小事堆积起来的 三毛曾经说过啊 说爱情 如果不能落实到 穿衣 吃饭 煮钱 睡觉 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 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 真的 夫妻能不能过下去 其实有时候啊 逛逛超市就知道了 她们家只能够